哈喽 大家好 昨天中午我提前判断我说我对这次美国大选的最后结果预测正确了 因为我一贯以来一直是认为川建国能当选的 能连任的 但是今天早上我一看新闻 我就心里拔凉拔凉的 没想到很多摇摆州翻蓝了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川建国继续在美国祸害美国四年这么一个美好愿望 有可能会破灭 拜登应该会当选 哎呀 一想到这儿 我的心里就难受 不过万幸的是什么呢 最终的选举的大选结果虽然说是让我们失望了 但是整个过程我们还是猜对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双方非常胶着 你看吧 最后票开出来 我觉得应该拜登不会大胜 正负 可能双方之间的胜负应该就差几票之间 应该就是个位数 在这种情况下 川普一定会大闹美国的 川普协同他的支持者川粉们一定要把美国搞个天翻地覆 无论是走法律途径也好 是吧 还是走私了的这种方式也好 不管怎么样 他肯定是不认输的 所以说大家知道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出台到美国总统的权力正式交接 中间有两三个月的这么一个过渡期 在这种情况下 我个人认为美国内部一定会非常混乱 这就给了我们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窗口期 他内乱 他内部混乱的时候 他是无暇顾忌海峡两岸局势的 在这种情况下 我不知道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 包括北京政府 有没有打算或有没有计划趁乱趁虚而入拿下台湾 反正不管怎么样 反正前段时间大家看围绕台湾小岛四周的人民解放军的演习也好 兵力部署也好 装备的部署也好 似乎是往这个方向去的 对吧 无论是东风17 歼20 对吧 这些高精尖的装备全部都放在离台湾非常近的所谓的前沿阵地上 打他也就是分分钟的事 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利用这两三个月的窗口期 彻底把台湾问题解决掉 不要等拜登上台之后 对吧 然后我们再是所谓的叫什么 长远思考这个问题吧 别长远了 越拖越麻烦 越拖越麻烦 因为这个时不我待 机会不是时时都有的 我还是那句话 机会不是时时都有的 机会一旦出现 我们就要抓住它 因为错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 对吧 另外说一下 大家知道在总统大选之前 台湾一直是一屁股坐到了我们川建国的怀里 我们叫川普叫川建国 台湾人家也叫川普叫川建国 无非就是大家对建国两个字的理解不一样 台湾人管川普叫川建国 是因为他觉得川普能够协助台湾独立建国 能够给台湾独立提供有力的支持 你看美国总统大选当天11月3号 美国国务院批准了今年的第9次的军售 今年第9次 今年还没过完 今年刚到11月份 已经9次军售了 这合着差不多一个月一次 这是历年来美国对台军售最频繁的一年 所以我觉得有可能 无论是美国国务院也好 共和党也好 包括台湾自己也好 可能预感到大选的结果对共和党不利 所以趁着川普在台上 能卖的赶快卖 能快卖的赶快快卖 不要拖 一拖到拜登的时候 因为大家知道台湾现在已经把拜登 民主党这帮人得罪苦了 因为他们之前一面倒的支持川普 现在人家民主党拜登如果一上台 肯定会找他秋后算账 在这种情况下 共和党和台湾民进党之间 肯定在私底下有很多沟通的 就不要趁着他上台 趁快趁你还在台上那几个月 赶快卖吧 卖卖卖卖卖 我看台湾PPT上 就是台湾论坛上 我看很多人现在已经开始如丧烤笔了 已经开始呼天抢地了 昨天很多台湾人就跟我们一样 觉得好像川普要连任成功了 那乐的 是吧 高兴死了 觉得川普再连任四年 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倒台 一定会倒台 台湾又安全了四年 好像台湾人的思维 跟我们普通人的思维 正常人的思维一直是拧着的 咱也不知道人家到底是个啥基因 也许真的是那些南岛语系 不管它了 反正都是海洋动物 这个说哪了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趁拜登上台之前 把台湾问题解决掉 拜登即便上了台 因为他跟台湾之间已经结下了梁子 他也不会再拿台湾这个问题 跟中国大陆这个翻旧账了 对吧 因为台湾已经把他得罪了 已经把他得罪了 如果说趁着他上台之前 对吧 这两三个月 我们把台湾这个东西解决掉之后 拜登上来跟中国大陆谈一个价码 就完事了 就完事了 而且拜登还少了一个什么呢 麻烦 还是减少了一个麻烦 要不然总是台湾在中间 被被拧拧 对吧 你说台湾又不支持你 对吧 但是你又基于地缘政治的原因 你还 有的时候还得对台湾好点 因为用他当棋子来压制中国大陆 那你自己心不甘情不愿何必呢 干脆在不在自己上任之前 把这个锅直接推给川普 就完事 对吧 你说台湾问题解决了 那也不是我认为的问题 那也不是我的责任 他可以完全把这个锅就推给川普 川普也直接就做给中国大陆 做了一个顺水人情 对吧 拜登一上来 直接把这个价码交换 双方 不是双方了 好几方 除了台湾以外 三方 中国共产党 民主党 共和党 三方 各有各的利益 不都挺好吗 对吧 所以我说了 台湾啊 你们这把傻逼 你不要认为谁上台之后 就谁就对你一定好 或者谁对你一定不好 好不好不是你来决定的 这是你最悲剧的人生就在这儿 你的定位不是你来定的 是中美来定的 让你进一步你就进一步 让你退一步你就退一步 你自己把握不了你自己的命运 所以不要动不动自嗨 不要动不动自嗨 所以还是那句话 赶快解决台湾问题 趁着一月份 美国总统大选 美国总统权力交接之前 把它搞定 这个也算为我们川建国四年来的卧底工作 画一个圆满的句号 也为是吧 这个新任的拜登大总统上台之后 我们可以给他一个大大的红包 拿台湾做交换嘛 对不对 没所谓 再多买你的农产品嘛 因为拜登上来最重要的一个任务 如果他想弥和这个美国内部矛盾的话 拜登上来最重要的任务就是 他要拉近这个城乡之间的差距 因为你发现没有 这次农村 美国农村都支持川普 城市都支持拜登 农村又是这些什么农产品 什么这些乱七八糟 这些消亡 消亡中国的这些大户 那么拜登如果你想坐得稳 你必须要拉拢你之前拿不到票的这些区域 如果说中国把台湾问题解决掉的话 中国政府可以承诺 在你拜登任内 我也加大对你的农业州 这些地区老农民的采购量 让他们也支持你拜登 说白了这都是利益 没有什么不可以交换的 没有啥不可以交换的 当然我看到PTT上 台湾很多人现在寄希望于什么 寄希望于拜登老年痴呆 为什么 拜登只要一老年痴呆 拜登就忘了当初台湾得罪他的事了 这样拜登就不会拿台湾秋后算账了 所以现在台湾人心里都在默默的祷告 祷告拜登是个老年痴呆 祷告拜登是个健忘症 反正拜登平常也经常说错话 也记不起来人名 也记不起来什么东西 所以把台湾赶快忘了 这是目前台湾全岛上下 从蔡英文到普通老百姓 大家一致的愿望 天天烧香拜佛 拜托 拜托 拜托佛祖赶快把拜登的记忆力拿掉 让他赶快变成老年痴呆 这样的话我就不会被他秋后算账了 能不能成为老年痴呆 也不是你说了算 还是那句话 我们要抓住这个机遇期 我们要抓住这个机遇期 好吧 不管怎么样 反正川普没在任上 我觉得还是心里有点难受 行了我先去睡个觉吧 知道吧 缓缓吧 心灵受到了比较大的摧残